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 為了能更貼近一些老觀眾和新觀眾們 我們創立了Instagram平台和大家互動 目前的內容都正在規劃當中 希望大家先幫我追蹤起來 謝謝大家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 我是Noray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 錄個10檔 就是今天的復盤 對,就是從這個台加速到我們的系格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錄吧 那如果說要看一些大盤的話 就是看8點半的那一部復盤影片 我們看一下台加速 主要呢就是說 在這個禮拜一的時候有發嘛 對,禮拜一的時候當天是沒有開盤的 對,然後是說 我自認為說壓力是比較大 對,然後如果說你是有去 當一個空方的話 那基本上在昨天 對,昨天其實就有看到啦 昨天最高是拉到40.5 然後就往下摔 那如果說 是用龍券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 爆得更久一點啦 就是可以到 今天最低還有到 36.8 那可以看到龍券的部分呢 對,大家也是空上去啦 不過我自己是比較不建議這種做法 就是 譬如空在這一根 我如果輸我的話 我寧願空在這一根啦 那為什麼?因為 可能自己會覺得說 這邊應該是會有一個壓力吧 大概37塊這個地方 對,所以空上這一根人是 比較低階的空方啦 我自己覺得啦 對,我自己覺得 那再好一點的空方 當然就是這一天去空啦 5月3號 因為畢竟這邊的這個壓力是更加明顯的 但是如果說真的要提早佈局 有可能在這一根就先空嘛 那再來呢,加空是這一根 對 那可以看到今天這個 龍券是回補啦 對,這個空的也是蠻厲害的啦 就是有賺一點就趕快跑 好,我們就直接看一下下一檔 這檔就簡單這樣講 然後看一下下一檔 黃球金 黃球金在昨天好像是開發說會吧 對,那今天就是有一個 還不錯的漲勢 那我們之前有講解過 我們後來就是我在下午的時候 又重新算是去規劃一下 重新規劃,那我們這一次呢 之前就是 之前我們是從這個位置 2020年的3月 所以這一根是從底部這邊下影線畫上去 是大概連接這邊這個位置 對,但是呢 目前是發現說 從 原來真的是從最底部 那這邊畫上來的話 才是主力真正想要做防守的位置 對,大概落在這個地方吧 就是 差不多 你們可以自己去畫一下 對,應該是理論上差不多 就是在上週的下影線的部分 對,那這一週是 稍微往上漲 不過 我自己目前看啊 就是 但是 以整體來說 如果說你有資金 那當然 目前 可能是 一個還不錯的低檔的價格 對,那 如果說你是 錢比較少的 那你可以盡量去等待一個 可能又回落到大概500 上下吧 500出這邊 上下呢 那我們在進場 其實都還ok 因為 目前他日線級別 可以發現說 他還是 會被這一個 下降趨勢線所 有沉壓 還是會下跌到這邊的 機會是蠻大的 對,那一樣不管 因為 我們嘛 畢竟我們在500多這邊 假設我們做進場 我們可能就是 現在目前很好的 就要550啦 那500 這50塊中間的價差去佈局 那當然我們拉上去 我們要賺多少 我們就是要賺前面這一波嘛 然後呢 這邊是有發現另外一條壓力線 就是這邊 也是 算是他整體的一個 上升趨勢線的頸線啊 這兩個點嘛 你看應該算是 一二三這三個點 那連接過來呢 這邊是不是有撐盤 對,然後跌破之後回來測 這邊這兩 兩週的時間 因為是日線級別 這幾根呢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點 對,非常好的空點 只是說 有機會 他空了之後 會可能 當時候是可能回拉到前面這邊 是有機會的 不過可能目前 就是盤子就很差 他就順一整是跌下來 所以 以這邊的價格我覺得還算OK啦 還算OK 那整體 你們可以切這個周線級別 那如果說 真的是這樣走一個 大級別的震盪的話 那最終他還是 守住的話 還是有機會再回去 之上面的價格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中美金 中美金的 看法 就是 跟這個 黃球鏡比較不一樣 當時候他算是也是在這邊跌破 對,這個地方 然後在上週跌破了 因為上週的行情 真的是很 對 不能罵出來 真的是很XXX 對啊,因為 4月25嘛 我當時候 我 我是也是經常在這附近 然後後面有回拉一點 那今天是 剛好碰到壓力位 然後也是爆了一點點量 因為畢竟環球金 他的公司 跟中美金 就是一定會有一些聯動 那今天爆這個量呢 如果你是追進去 那你就是很明顯是 買在一個 算是壓力位嘛 當然我不確定說 明天的走勢到底如何 不過 以現行來說 是 稍微買高一點啦 不過 我覺得整體 應該是 還是蠻有機會 震盪 然後 往上漲 不過這邊是沒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上升趨勢啊 比較沒有明確 就是如果說他震盪明確的話 他必須還是要跌到 110這邊出 但是 目前感覺是 比較偏向於 他是守住 我們把這條線移開好了 他是偏向於 守住140左右這個價格 所以如果說 疊下140這邊 是一個 不錯的 接點啊 那當然 會不會再往下跌破 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說他真的守住 代表說 他是守住這個頸線的位置啊 對啊 那就是 算是 一個 可以低階的吧 對啊 就是看 大家想法是什麼 好 那這個大雅 大雅算是 我自己覺得 還算是 有點 呃 撐盤吧 那我不確定他 是不是在昨天 是 來撐這個 下面這一條 只是前面 這邊畫下來的 下降趨勢線啊 那下降趨勢線呢 應該說 每一條趨勢線 他 你應該都要有個 支撐和壓力 那當時候這邊也確實是 受到壓力嘛 然後往下點 那剛好 剛好前面這邊也是 大概落在20幾塊這邊的壓力吧 對 是 28.5之類的 對 然後這邊也是 壓了兩根之後 往上一掌 對然後後來又回撤 那那時候就說 這邊 來個回撤28之後 來個急速反彈 那反彈在高位之後 爆一個量 但是這個 K棒不算是很醜 所以目前 我覺得 就行情就只能做等待啦 就一樣 看法不變 如果說跌破了27 就看大家要怎麼去思考 要先出場呢 等他站回來再買 還是說 就是 持續放下去啦 因為我不確定 目前的高檔 到底是要走一個N字型 還是要走一個 橫盤整理 對 不過目前一定是 壓力已經偏重了 對 那資金到底也沒有在裡面 串來串去呢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對但是又看起來 好像又有人在防守 不過 今天的 籌碼是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對阿 那我們主要是用價格去看 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看一下寶碩 寶碩我認為 他算是已經 也已經 算是有點脫離 我自己看得懂的範圍 所以 之後可能就不會再講 那當然今天又衝了一根掌金板 對那可以看到 嗯 他這一條上升趨勢線 我不確定他到底要不要防守 當然也有可能在防守 但是 他目前 昨天跟今天 對昨天的低點是18嘛 那非常有機會 所以他就是回來測 這個18塊這邊 他還是一個直撐 那今天順應的 欸衝轉領板 但是就是 21塊這邊 就是左側平行的這個位置 應該也是一個壓力位 對就是再持續的去看下去 那究竟會不會 直接反轉上去呢 還是說 呃 會再受到壓力 我覺得這一條下降趨勢線 可能沒有到 那麼準確啦 我自己在想 對那目前是21塊是壓力 希望明天 可以跳過嘛 那大家 再來一波往上漲 或許可以解套 也說不定 對不過 如果是他往上漲 不可能再追馬 一定不要追 因為感覺套的人 套蠻多 他的K棒就不像 剛剛大雅 那是收紅K 然後爆大量 他是收綠 是收黑K 然後往下跌 而且還是創出一個 最高價位 然後往下 所以基本上整個 形態是一個 比較有機會 直接又 躺平 只是 躺平啦 直接回到 回歸他原來的價格 這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中興店 中興店我們那時候 是用週限級別去花 那 呃 壓力目前還是 偏大的 但是也是 蠻有機會 如果說這一週 一樣可以守住 大概這邊吧 這邊 實體棒要收上去 大概 52.5之上 對那或許 還是有機會 震盪在 往上去走 如果說在 這個 橫盤整理當中 整個 趨勢 欸又改變的話 那可能就 比較不會 這樣子 拉上去啦 那當然都還是有機會 都還是有機會 那目前 就當時候說 壓力比較重 希望大家也是 就是沒有 隨便做進場 對沒有隨便做進場 去接我幹嘛 我忘記 有上一部影片 我講什麼 不過我如果說我這樣的話 那應該是說 我應該是比較看不懂 他的 直撐啦 對我應該是比較看不懂他的 直撐 所以他如果 拉高 可能是一個當空方 會比較好 對阿可能是這樣 但是我也不確定 因為畢竟大家 還是做多的人居多 所以 以目前的格局 我覺得 還是有點危險 就是 警線的部分 比較難去找 我們先把他的 低一點的位置去 抓好了 我們抓這個 這一根好了 最低價 51.6 如果說跌破51.6 或許 就有機會再往下去走 我們看一下 世紀鋼 世紀鋼算是我們 做這個封墊 主要 就是提供這個 鋼材的人 對 那 是有發現 因為之前其實做過講解 對那 是有目前是有發現 他是在走一個上升 一樣 就是上升格局是這邊 就是 在今天砸下來 因為可以大家可以知道 鋼鐵其實基本上 像這兩週都很慘 但是他好像 不是在造的鋼鐵行進去走 對應該主要造的 比較偏能源封墊 那部分在走的感覺 像 這一週 應該說上一週 這個 圓金 圓金應該也算是太陽能吧 對啊 那他開始在整理的時候 他也是整理 那可以他週限級別 也是 爆了一根很醜的 K棒 然後疊下來 所以 如果說目前要做 做進場 可以看到 我們週限級別這邊 這個範圍他120之上 到這1122.5 這個之間2.5元 感覺是有個支撐 所以 這邊算是有一個 理論上看起來 應該是個雙重支撐 但是他可以幫他長這麼醜 對 所以說 這邊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到底要不要做進場 不過 如果說你勇於做進場 那或許 對市場還是會給你一定的利潤 對啊 或許明天就反彈 我也不確定 對但是 如果說明天一樣 用開第一的方式 如果說開在這邊 就會讓人家有點 稍微危險 但是如果說你是 可以當 因為大部分人應該可以當衝 如果說你是直接買一張的話 或許他跌破 可以直接出去 這也是一種方式 當然如果你是用全陣 去佈局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 對啊 好我們就 再看一下圓太 圓太的部分 那時候 簡單換一條上升趨勢線 那 應該說 這條上升趨勢應該 不是這樣看 應該不用看他了 我們看這個好了 我們看這個位置 那 那時候也在有了 有這個觀眾在底下留言說 這個 頭信在出貨 對 從上禮拜 我開始出嘛 那今天出的算是還蠻大量 大概 出了多少 賣了 三千張 30 3029 那可以看一下 3029到底是誰 把3029給接走 然後讓 我們的圓太的感覺好像也沒有跌很多 那我也不確定說 他後續 這個 投信在出貨的情況會怎樣 不過 一樣嘛 因為我說 整個格局是看漲的 那你可以想 想像一下 技術型態嘛 在我們的美股 在我們的虛擬貨幣 都看不到籌碼 對 籌碼這種東西是看不到的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用這個去操作 那如果說台股是看得到籌碼 那或許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就譬如說 我看到 投信正在賣了 那 到達這個直層 譬如說我看直層165 原本我可能想買兩張 那我可能就 只買一張 當然我們不能說 投信在賣我們就完全 不動手 當然也OK啦 當然也OK 但是就看個人 怎麼操作 可能你在 你買進去的一個理由 裡面多加了一個障礙的話 譬如投信在賣 那你可能 張數原本 想要買多一點 就買少一點 原本想要買一張 就買個500股 原本想要買550股 就買250股 類似這樣子 對 那這個 零股我覺得都 也都OK啦 對 就是反而你用零股去佈局 可能還比較輕鬆一點 對不對 那等他要回檔 那就再 持續的把資金投入 對啊 我們就持續看下去吧 那目前是因為 形態是看漲 所以我才會這樣說 就是 在走一個 從底部上來之後 的一個三角收斂的一個上漲的型態 那當然如果型態做改變 我就不會這樣說 如果說他跌破 我幹嘛 我不會這樣去接幹嘛 所以目前你看到有這樣的型態 所以 才會說 如果說是做進場的話 那做多 可能是勝率比較高 那當然也是同意 我這個方法 這個方式 那你再參考看看這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華指 華指在昨天 有觀眾在底下留言 問我說這個 壓力和支撐 那 我怕大家感覺 是不是又對這檔 有興趣幹嘛 覺得 今天 昨天漲嘛 然後今天稍微往下點 那如果說明天往下點 甜甜價也就買 對 但是我那時候 我是跟這個觀眾說 我也沒有 刻意做改變 我說 下降趨勢線 我會看21.5 然後21 跟 到22 都是壓力 對 所以整體應該是 偏空的 那 那當然今天是沒有拉到21.5 是最高只有到21.5 但是 但是整個 這個 但是整個這個走勢啊 整個走勢還是 以這個 往下去疊 對 往下去疊 我自己這樣認為啦 那 看他 看一下他的結構 他的結構呢 基本上 當時候我們看一下 這個平點線底下 這個 21到22 再來呢 之前有砸出去的低點 是18 所以這一筆呢 有可能 我只是說有可能 他會再回跌到18 多 18塊多是 有機會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 細格 就做一個ending吧 細格呢 就是在昨天呢 就說 他這個上漲啊 那今天 是一個 偏空啊 偏空的位置嘛 可以看到今天確實 也是差不多卡在這個位置 那 當然我不確定說 他到底會不會是 往上漲還是往下跌 不過 如果說今天去 四空的話 就是小賺一點點啊 就是四空 當然我們一定期待一個 更 更大的跌幅啦 對啊 更大的跌幅 因為這一檔其實可以用這個 期貨嘛 對 期貨 期貨就比較簡單一點啦 雖然說也要看量的 那個 關係 其實不能買太多 買太多後有可能 就是自己變這個 造勢商啊 好 那就是簡單看一下啦 就是 一樣都是從下降趨勢線去看 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啦 今天的十檔就大概剪點到這邊 對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期貨的部分 欸好像稍微是已經跌破了 看一下 對 跌破了 跌破我們這個 呃 上升趨勢線 那我不確定後面 會不會再爬起來 因為目前 可能這個 大盤又走得很差 美股大盤啊 又走得很差 所以跌破了 所以 有機會 比如說有機會 會不會明天又 明天後天之後又回來回踩 這個16200 16250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因為當時候 呃 我是說 這邊的格局啦 這邊這樣子的三角收斂 從這邊底下來的這種 三角收斂呢 他是容易下跌的 對 那當然 來個24回踩 再反彈 也是有機會啦 就是看這個美股怎麼表現啊 現在都是美股在牽動我們這個台股 反正 今天不是說要升級 就看看等等他們開會講完 搞不好又來個大掌 或是大碟 也不知道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時段要講就到這邊 那一樣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